如果google我習慣用我自己的關鍵字 如果自己關鍵字找到的話 比如說你google關鍵字是吳老師的話 當然我講過如果你可以在第一個page出現的話 表示你在這個關鍵字裡面是會被看到的 但如果不是的話那就很難了 所以第一個吳老師的教學部落格 這就是我的部落格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的 這是我 因為我比較不懂得包裝 但裡面的東西確定是我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我的教學頻道YouTube 第三個是我開的養生館 沒有啦開玩笑這跟我沒有關係 其他是我的影片等等的 另外這個是我開的教學中間 沒有啦這跟我沒關係 只是他還蠻厲害的 我發現這個老師他也姓吳 然後他也會行銷 而且他剛開始是用買關鍵字的 買得很兇耶 我一直看到他跳出來 現在已經跑到前面去了 OK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這樣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 就是 把結果啦 當然因為我們將來是希望說 我把那個關鍵字 每一段時間 就去check一下 這關鍵字的排名 到底有沒有變化 或者是說呢 我大量的去檢查 很多關鍵字 跟我有關的關鍵字 那個關鍵字 到底我的排名 在哪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看到 裡面的 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剛剛看到的 有沒有 他一樣可以快速的在這邊出現 並且呢 把那個超連結 也一樣可以列出來 我做的方法 其實 不外乎就第一個 先把Google 的結果 你會發現 他的Google 關鍵字 基本上 就這一串 但是你search之後 你這邊 其實就這個就可以了 後面好像他自動會加一些 相關的引述 那實際上 在那個 動態網頁的 這個概念裡面 這個叫URL的參數 其實用Gate的方法 那search是 一支 網頁的程式 然後呢 問號的話 是去丟什麼 丟相關的參數 那其中的參數 第一個是Q 你會發現 Google都很簡單 參數1 叫Q Q等於什麼 等於吳老師 所以他會把吳老師這個 丟給 這一支程式 他就把結果 幫你吐出來了 OK 那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將來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 把剛剛那個 我之前有試過 如果把這個 這個網址 貼到這裡來的話 之前如果你查完之後 他好像會 幫你encoding 就是幫你把那個 吳老師這個字 把它做編碼 因為網址編碼 他會重新編碼 成另外一種形式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 我好像用這個 吳老師 我現在不確定 是不是 OK 如果直接 給這個的話 是不是能夠 查出來了 好像 又可以 所以如果這樣講起來的話 你以後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 吳老師的關鍵字 有沒有 當成是 一個變數就可以了 假設你有很多個 關鍵字要查詢的話 那你不就可以 去把那些 有沒有 這個部分 把它查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 裡面怎麼去 去爬呢 但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那個 查完的 這關鍵 但你可以查別的 你不一定要查這個 那一樣呢 我們利用那個什麼 BeautifulShip 先幫我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你要去觀察什麼 你要的東西在哪裡 所以一樣的方法 我們按那個 F12 然後並且呢 再去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 箭頭的地方 再去觀察一下 你要的東西 你會發現喔 這個東西包在哪裡呢 先點一下 首先第一個 你會發現喔 他是放在那個 第一個 一樣是A裡面 不過這個A的外面 還有一層 H3 那class是R 所以當然你可以先抓 H3裡面的R 那再去抓A 那 抓的方式的話呢 你可以先分析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抓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可以先Google一下 當然關鍵字不一定是吳老師 你可以用別的 那如果你希望把 抓到的第一個page 幫我把它get下來的話 這地方的話怎麼做 我只要什麼 裡面的那個查詢結果 跟裡面查詢結果的超連結 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特別注意喔 那當然呢 理論上我們第一個一定要觀察 觀察它的細節啦 不過找到之後你會發現喔 這個它裡面是一個什麼 如果要找它裡面的 那個名稱跟超連結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有A 有沒有 可是呢 第二個我可能要去找它的class 可是你會發現喔 後面怎麼樣呢 居然找不到class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我像這種情況的話 你要你要注意喔 你不能說 那我fine all A好了 那如果把所有的A找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假設啦 我們如果用 如果你在這個fine all有沒有 你給它一個A 可是豆點後面沒有一個class的話 變成說它會把所有的超連結都幫你找出來 所有的A喔 那所有的A找出來意思是說這個網頁裡面只要是超連結的 只要有超連結的地方 它都幫你列出來 所以我如果把它 直接執行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會變怎麼樣 它會變成所有的那個超連結通通列出來了 那包含 沒有相關的也都幫你列出來 有的啦 有是A的有沒有 有有是一些 其他的啦 像圖片上面的超連結 只要是有超連結的地方 它都列出來 所以 這不是我們要的 變成所有的超連結都會過來了 那不對 所以變成怎麼樣 我們應該是 在網裡面一層 找到我要的 那個東西 好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以後你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呢 他只有A 但是沒有class 沒關係 他爸爸那一層有沒有特徵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這一層沒有特徵 那你上一層有沒有特徵 上一層有沒有 他有class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找到H3 然後再往裡面找比較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跟剛剛那個 ET today有點像喔 ET today也是先找H3 再找H3裡面的A OK 所以呢我們的寫法 有點像 剛剛那種寫法 所以呢我可以在 這邊 把它寫完之後 類似像長這樣 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 phiO H3 那它的class呢 是等於R 這個class 剛好同意問過說 老師你在那個 雲端上有些有寫 有些沒寫 到底要不要寫 其實是可以不要寫 那為什麼要寫呢 因為寫至少讓你知道 這是一個class 到底要不要寫 就看你取決在你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寫沒關 所以我當然我自己寫程式 我一定不寫 可是為了要讓你知道說 這個是class 所以我就把它寫上去 OK 所以這個 不用去 抓牛角尖啦 反正你就自己習慣知道這個 不要就好了 OK 所以呢我們就是 去抓什麼 先抓到他上一層的H R 所以這裡面的話 是H3 而且class是R的話 大概就是 找到的這些結果 是而已 其他的話呢 就都不是 那再來的話呢 找他下一層的A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找到之後有沒有 我再去針對 這個裡面 再去找 他的A 因為H3裡面 只會有一個超連結 所以我用fine就可以了 再把它裡面的 超連結的資料 抓到 那個st3 再分別把它print了出來 其實就可以了 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這邊 他就自動 幫我把 吳老師的這個結果給 抓回來 不過喔 這邊好像 會多一些東西啦 前面好像會多幾個字 不要喔 多幾個字不要 還記得吧 字串如果 字串前面幾個字呢 他這個字串的編號 一定是從0開始 0 1 2 3 4 5 6 從第七個開始 我才要的話 還記得吧 如果說我要 假設我超連結的部分 他其實本身輸出 是一個字串 那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喔 假如說我今天輸出 前面這些不要的話 那我可以在什麼呢 在這個網址的地方喔 做一些什麼事情 還記得吧 因為字串喔 他其實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加一個中瓜糊 還有印象吧 然後我就想我要的是從 第七個 字 有沒有開始喔 到哪一個字呢 到 後面那個字我不知道 我習慣是用什麼 總長度有沒有 總長度 減1其實啦 不過我有時候啦 我剛才打個999 可不可以 其實 好像之前也講過吧 或者好像 記得是完全不加也可以 好 好像之前有同學講說 不加 我試試看好了 如果不加 好像就是最後那個 OK 來試一下 如果 假設我這個前面不要的話 其實 那很多地方都會遇到這種情況了 我們可以 再把這個當成是一個字串 我要的是從第七個字以後的字 幫我把它留下來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這樣的敘述完之後呢 太好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東西就不見了 那我就自言自語了 OK 我先把它倒車一下 這個 如果執行 他一定會 多這些不要的東西 他總共會是 應該這些 0 123456 第七個我才要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樣 在這邊加一個中瓜糊 因為我的網址 網址在 這邊 輸出 有沒有 他是個字串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給他一個數字 所以中瓜糊說這個字串呢 我從第七個字開始要 到最後那個字 理論上我們是要跟他講說 最後那個字到哪裡了 不過如果你不跟他講 最後全部都要了 或者你也可以打個999 也可以啦 這方法很多啦 因為打999 是跟那個以前用密的函數啊 以前那個密的函數都用這一招 密的函數他不能控下來 所以有時候為了習慣兩邊都相同 我就給他打個999 這樣執行的話呢 他就把前面東西 砍掉OK 那另外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加一個 等號啊 你會發現啊 他有些網頁會encoding 所以我後面等號這邊已經把吳老師 把它 用那個網頁的重新編碼 他重新編碼 不過我之前遇過好像舊的版本是 他好像不能直接丟一個 那個 就是丟一個字串給他 他好像會錯啦 不過剛剛試一下又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好了假設我今天那個關鍵字等於什麼 input 比如說我今天呢 請使用者幫我input的一個什麼呢 請輸入關鍵字之類的 請你幫我輸入一個關鍵字喔 OK 那我就把什麼呢 因為input的過來一定是個字串 那我就把這個字串呢 串在 這個後面 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輸出 那假如說我今天要觀察某些關鍵字 比如說VBA好了 喔 不過VBA他是英文的 會不會有問題 可以 沒問題 喔 但是如果今天是用什麼 用吳老師呢 再試一下好了 因為我也不確定那個 中文會不會有問題 之前是有問題 現在會不會有問題 Enter 可以耶 所以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要查的 那個資料很多的話 其實你就串在這裡後面就可以 就像說那個Yahoo股市 Yahoo股市那個大盤有很多類股 那你其實就可以把那個類股名稱串在後面 那個類股你可以把它用個list 跑個回圈全部查完了 OK 所以後面的話你也可以想想看喔 那個Yahoo股市有沒有 怎麼樣把Yahoo股市所有的大盤資料 在Python裡面直接抓下來 並且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每天每天或者一段時間自己 自己把資料塞進去喔 再回去也可以先練習看看 請可不可以試一下 剛剛那個 從網路那個Google查詢結果 其實可以變化一下 可以把關鍵字 加在這後面 請可不可以試一下 並且把前面幾個字也刪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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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